日前 中共官方公布的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 創下了6年來的新低 這引起了外界熱議還有關注 數據並沒有低於中共的既定目標 不過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最近還是多次表達出 對於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的擔憂 專家指出 中共公布的數據水分太大 實際經濟增長情況比公布的7%要差得多 15號 中共公布今年一季度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速為7% 環比增長1.3% 創下自2009年以來 同期經濟增長新低 中共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建平表示 1.3%的環比增長率 已經滑出了合理增長區間的下限 中國經濟目前下行的壓力非常大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中國經濟似乎比總體增長率所顯示的還要弱 它有可能那7%都不可能達到 大概5%、5%、6%我覺得不錯實際上 如果5%的話 不會這個樣的 應該是本部發表的數碼 另外3月份的工業生產指數也下滑到了5.9% 遠低於6.9%的預期 創下2008年以來的最低 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也呈現出9年來最低增速 清華大學副校長、經濟學教授楊斌指出 目前中國各行業都不景氣 老闆跑路 民眾討薪 北斗政府的現象總在發生 而最近股市牛氣沖天 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因為企業不景氣 中共公布的數據並沒有低於李克強的預期 早先在中共兩會上 李克強說 在考慮了需要和可能的情況下 把中國今年的GDP增長目標定為7% 不過 最近李克強卻多次表達出 經濟下行持續擴大所帶來的壓力 日前 李克強召集各路專家和企業負責人聽取建議 說 經濟下行壓力還在持續加大 希望他們能多謀良策 多出實招 中共央行從去年11月以來已經兩次降息 以求得刺激投資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稱 因為最終需求疲軟 加上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已經擠壓了大量債務 沒有企業願意投資 大陸經濟評論家牛刀曾經告訴新唐人 這些錢流入了股市和房市 上個月末 中共又推出樓市新政 放寬按揭限制 縮短二手房營業稅免徵時間 放寬其他購房限制規定 來支撐疲軟的房地產市場 不過房產商表示 這些措施起不了作用 東部城市某開發項目的營銷經理朱祁瑞向媒體表示 他們在建的1000套公寓 只賣出了70套 面對08年過分放貸刺激投資 造成的鋼鐵及其他臃腫行業的產能過剩 中共試圖通過內需來拉動GDP 不過華爾街日報調查發現 疲弱的經濟正在影響企業和消費者 使他們不願意支出 在一家科技公司做銷售工作的北京居民 閻靖向華爾街日報表示 面對越發收緊支出的客戶 他感覺完成銷售配額壓力大 他自己也正在減少購物 不再雇佣家政工人 推遲購買新車的計畫 他認為情況不會很快好轉 經濟學家們表示 疲軟的經濟增長 可能促使中共還是會重新使用 增加基礎設施等傳統手段 來刺激經濟 而美國財政部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 2月日本已經取代中國 成為美國公債的最大持有國 那麼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